作詞・編曲、編曲、編曲 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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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編曲、編曲、編曲、編曲 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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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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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不僅是他一生,還有他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活在恐懼當中。 古時代的那個社會上的講,因為早期的那些紛爭、塑紗也過去了,社會上行業快速經濟成長,看起來好像很安頓的樣子,同學之間一片和諧,大家也沒有什麼審計的區分,大體上有啦,當然都有啦,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隔閥,都會覺得好像這個社會上沒有什麼問題,事實上不然。 那麽已經是壓在底下的,而且非常地強烈。 那麽已經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這些人,包括本身人,尤其是一些客家人。 客家人對這個問題的情況比較不一樣,當然也不是所有的。 即使你們 新時期的傷痛,那個自己長期被壓抑,作為一個適等的國民。 原則上不能叫國民政府。 解言之後的自由、民主、解放、實現自我、認識、歷史。 聖主義修訂教科書的這些運動,變成一發而不可收拾。 民進黨,開疆、拓土、兩次執政,在國會佔了多數。 是否這些問就解決? 並不然喔! 因為這個是百年壓抑的問題。 這是一個百年壓抑。 這個問題其實是,講到底。 就是在台灣來講,他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做一個真正的自己? 這個問題並不見得一定導向獨立。 請大家不要誤會。 這個問題並不是說,做自我就是一定要獨立,並不然。 這裡面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見解、不同的選擇。 但是大底而言,如果說,來自中國大陸方面的壓力越大, 越要說,叫他不能做自己,你一定也都要聽我的,照我的意見做人的話,他就會越趨向於想要獨立自主。 如果你越能夠造傳統的王道,人道,人意之道的話,包容性強的話,台灣沒有理由要獨立的。 但是,如果來自於中共的壓力越大,他就越有無比。 很多人去向於說,那我就是要真正做自己。 所以請注意,1987年之後,台灣最大的一個主要是要,他想要重新認識自己,做自己。 認識在日本時期,跟國民黨統統的時期,他都很難做到的事情。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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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而言,是在日本時期受到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更不要說是大學以上教育的人。 尤其是後來白色恐怖裡頭被殺、流放、自己逃離的數量相當多。 但是,他跟他們的家屬,以及他們所信存的。 我也認識一些人,血淚時,傷害太神,一輩子的壓抑。 一輩子沒有辦法好好做自己。 當初日本來臺灣的時候,那一個殺害跟壓迫是更為劇烈的。 那時候差不多打了半年,殺了三萬人。 不過這個時間比較久。 在白色恐怖,犧牲人也很多,各種數字都說法不一。 一般也有許多人說是兩三萬人。 我不是這方面,就是專家,不敢說。 但是情況不同。 當初日本打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犧牲人很多,不那麼多是精英分子。 日本人的作法是招攬精英。 甚至於,尤其是招攬這些紳士,還發聲張。 日本人這個作法很聰明的。 就是傳統的威權政府的作法。 就是招攬精英的作法。 國民黨是自己帶了一群精英來。 他整個替代的是平均。 他也不太相信本土的精英,只重用了少數人。 這些人,現在一一被錐底。 一一被錐底,當初如何做了這樣那樣的事情。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台灣知識分, 他就發聲音非常激烈,非常強烈, 而他和國民黨 gemeinsam與國民黨合作。 既然解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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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解職。 既然解職了解職,既然解職,既然解職。 臺灣的經濟今天也相當不錯了,已經是以開發國家之令。 國民黨時期,已經建立一個很良好的文官系統和政府體制。 東亞大部分的國家,事實上往往都先要經過一個威權的時代,也會經過一段被鎮壓的痛苦的時期。 後來走上自由民主,才會順利。 歷史階段的問題 韓國 韓國很明顯的,有很長時期的威權統治 日本更不用講了 日本的奠基是在天皇,從明治到大政昭和,高度集權於最高權威的狀態。 不如把他改變,是麥卡拉塞給他改的。 他不是自由民主底下,我們自己搞出個新的政府。 不是人民搞出來的,是麥卡拉塞給他做一個憲法。 這當然是威權。 不是人民立憲! 搞清楚,這個差別! 香港其實是一個殖民地,臺灣早期是日本,跟國民黨。 所以,要變成現代社會當中,他很難不經過這樣的一個時期,直接透過自由民主的方式。 所以,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請大家認識到這一點。 東亞,所謂的日本,還有思想,新加坡非常威權,新加坡的政府,也是相當威權的一個政府。 雖然他是民意上的民主,但永遠就是他們的黨。 其他民意上比較民主的國家,反而亂七八糟。 五花八門,我們就不依稀數了。 當然,這不光是一個政體的問題,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比較有強烈的儒家文化的一個底子。 文化的資源,以及一個上軌道的政治的教育的基礎,是比較長遠的。 文化的歷史發展階段。 文化的大金壞 traveling走了不少。 文化長達後。 文化的內陸中心買更衝‧ 文化 Crystal,他們 Teksten,也是超過約賀的書。 其 Kanton, bounds。 共產生,是oolseng assembler hacia亮到ést羅 ר symbols are Little Chuck to tamam�� 있고, 斯 axis,如此,中心指不見遺有在計算他省述到體罪村的語言, 在歷史發展的階段的前期,他們往往都會經過一段相當威權的政府,建立的基本的秩序,讓經濟也比較快速地發展,教育、文化、交通。 他們能夠好好地做自己,讓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想法能夠真正地展現。 臺灣現在這個階段,恰恰是因為他的政治、經濟、社會都比較上軌道,所以他在處理,這是非常困難的一個自我實現、自我認同的問題。 聽懂意思嗎? 這也就是所謂一個更深層的一個文化問題。 臺灣現在的一般的教育文化,都相當地發達了。 那這是更深層的、更根本性的一個文化問題。 那在香港的歷史階段,其實香港本來是擁有的第一式法制。 我之前就曾經跟諸位說過, 香港有很好的英國的 common law 的一個傳統,這是他們最英以為傲的。 高度的法治,來自於殖民的威權政府的,比較上軌道的統治底下,發展出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 這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只要有高度的良好的法治基礎,否則做不到的。 還有很多現代化的概念,臺灣的金融系統遠遠不能夠跟香港相比,差得很遠。 東南亞,整個亞洲其他地方的金融體系,幾乎就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跟香港相比,包括新加坡,限制都非常的多。 自於中國大陸,更是管治重重。 通常一個最有面說完,就前進的去,出不來。 你怎麼運用這個錢,做好的一個金融方面的一個適當的投資或管理的運用。 另外,香港有自由。 也就是說,殖民政府反而不怕你顛覆它,我反而高高在上,你搞你的自由也顛覆不到我。 你們就講唄 香港的言論長期是自由的。 香港沒有民主,殖民者最後期才給民主。 其他的經濟很發達,長期各方面,生活條件都不錯,除了太急一點之外。 香港的歷史階段,在九七之後,最大的焦慮是說,我能不能保持我原來的法治跟自由,增加一點我的民主。 香港已經有幣不肯,要不穩定香港的責任長期,如果犯了太大,不會捱到香港的資本。 香港人已經有很多了。 香港人從來,長期累積的資本。 香港人是說實在的,長期累積的資本, 所以他現時的資本的資本。 瑞幸人很多了。 大灣區,乃至於中國大陸,就會造成許多矛盾。 為我原來的法治與自由。 說實在的,如果老百姓與中國大陸的矛盾越大的話,更進一步的民主就表示這個矛盾越來越大。 民主的方式,我才能夠喚醒大眾,結合大家的力量,我才能夠對抗我不喜歡的外來的壓力。 特首不過就是敵民辦事,不能夠真正反應港人的興生跟需求。 所以這個矛盾越來越大。 加上雨傘運動,就是要求進一步的民主。 所謂戰衆,就是希望更早的更徹底的行程,完成真正的普選。 這個就恰恰印了我剛剛講的話,香港人希望更快的更深的民主。 中國大陸說,你越快越希望,那我就擔心矛盾越來越大。 對不對? 就已經鬧了一場了。 那這一次呢,是直接涉及法治的問題。 因為宋宗的這個條例,會讓香港人覺得說, 我可能一個不小心就可以被送到中國大陸去受審。 於是他就更不願意啦。 這就鬧得更兇啦。 鬧得今天。 那這個五個多月了吧。 五個多月了。 非常慘烈。 非常慘烈,大家都看到。 那我最近也寫了幾篇文章。 那大概這兩天一篇,一篇會在蘋果日報上都會看出來。 就是講說,這個事情要今天是個轉機。 就是區議會選舉之後是一個很大的轉機。 所以,大家都痛苦,都很累了。 暴力也太多了。 到後來雙方的暴力也太多了。 我看了很多, 我看了很多, 黑衣的勇武者, 如何殘酷地打了一些跟他不同的人。 打了一些這樣或那樣的平民。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確定這些, 打人的這些黑衣人到底什麼身份。 因為身份是很難確定的。 你也不能簡單說,他們是學生。 那也有人說,中間是不是有反串的? 但是這些事情說不清。 但是我不排除, 其中有不少就是非常憤怒的。 甚至我會傾向於主要的, 可能確實是有一些不少憤怒的黑衣人。 也痛打了一些跟他不同的人。 那這些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無論是哪一方面的痛打,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這些東西, 越來越多的問題, 最固失控了。 簡單說,到後來, 這幾乎從剛進開始。 既然不可以接受的, 更多責任 對於他們的同情 大多數人民反對暴力 活在同文城裏頭,只聽同文城的話 主要知道 我們的資訊來源 會大大影響我們的思維 人千萬不能只活在同文城裏頭 只看自己臉書上的東西 或只看自己Instagram上的東西 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你永遠只是自我加強 自我陶醉 你老跟同文城相處 譬如說 我所知道的中聯辦、中共幹人 他們每次討論香港問題 都找建制派人來談 要不然就找一些大商人來談 這永遠搞不清楚狀況 這第一個大問題 你搞不清楚狀況 另外第二個 就是層層的媚善跟妻善 因為要做官 在一個高度的威權權底下 每個人都要討好上面 每個人都要討好上面 我們也都是在威權體事體下長大 生知那種 當年 一層一層討好上去 講的話 都是上面喜歡聽的好聽的 信聰一釋放 再加上 本來就有威權性格 就覺得說 孩子不聽就是要打 還有什麼其他的法子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 好好跟你談 談兩下他就忍不住了 就覺得你真的不要造反 因此 因此 就造成了這麼一個情形 所以 基本上誤判 認為說 會大勝 結果是大敗 所以 大家現在都該冷靜一點 這個時候 簡單意思就是 這一種 激烈抗爭 懶操 堵路 還有太多的暴力 雙方的暴力 這個不是個辦法 這個條路子 走不下去 不能再走下去 應該到此為止 更何況 李大 也抓了一大群 大概是 許多人說 最勇武的勇武者 抓了一大群 比較靠近 或者比較核心的吧 不能說核心的 至少 抓了很大一群 我想這也會相當程度上 抑制這個氛圍 抓一大群 又登記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 事情到這一步 慢慢比較清楚 大家是什麼狀況 什麼心理 什麼背景 是該坐下來 好好談 再衝撞下去 不是辦法 而且底下 應當我認為 走議會路線 談判路線 和平路線 趕快這個事情 該收手 當然 立刻會有 秋後算帳的問題 抗爭者 還有 之前支持 這次抗議的很多的人 只要在公開 無論臉書或各地方 表示的人 上街抗議的人 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最好的方式是特色 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把事情都調查清楚 那很難啊 怎麼成立法 光那個就吵了個半天 最好方法的特色 最好方法的特色 警察犯法 本來黑衣犯法的也應當追究 打雜燒的、打人的 這個都是不行的 犯法本來當然就是要 就是要懲罰的 可是犯法的人他也多啦 再加上警察也執法犯法 還有黑道也加入 也來打 最好方法的特色 中國傳統政治上做法就是這樣 特色 何況這個事情也沒有大胎 又很難抓哪幾個是真正帶頭的 聽懂意思嗎 雙方各退一步 如果有智慧的政治人物這麼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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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很擔心是不會這麼處理的 但我很擔心是不會這麼處理 恐怕 恐怕還是要繼續這樣打打 然後下去 然後這一個 那就怎麼說 繼續融結的一個 悲劇 繼續這樣下去 那香港就日益成倫 然後會成為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極大的負擔 關於這個極大的負擔 我就進一步要講到大陸的狀況 也就是說 今天中國大陸的主流的思維 反送中 反送中的名字 他聽了就生氣 反送中的名字 取得很不好 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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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起他的憤怒 反送中 口口聲聲 需要更進一步的集權於中央,乃至於最高權威,以整段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各式各樣的亂象的歷史階段。 一九五零年代,業不庇護,全面高速地成長,各方面欣欣向榮,人民的道德水平、秩序、愛國心,各方面欣欣向榮,來個反右、大躍進、文革。 一種極度的一種革命主義,加上劉少奇的奪權,整個打亂了。 於是,鄧小平的做法是要改成所謂集體領導,要改革開放,人民比較多的自由。 於是,這個權力就下放到各地的諸侯,各地方乃至於民間各體戶,還有經商的。 所以,這一個從原來高度集中於毛一人的權力,砰一下下放到社會各階層。 當然,他還是一個高度威權中央的極權體制。 不過,下放的程度很多。 而在這個情況底下,政府的高層,隨著全民向前看的情況,高度地以權謀私,用權力來獲取利益。 也就是說,我只要用我的權力,我批塊地,這個地一轉手,就是幾億,幾十億,甚至於幾百億。 那我有權力,我批一塊,我能夠決定誰能做這個生意,誰不能做這個生意,我來主導這個國營公司,我來主導那個集體公司。 所以最後人家說,這叫做權貴資本主義。 高度的不公平,不是什麼共產主義,更不是社會主義。 北形式生活主義。 高度的不公平,不是權貴資本主義 所以是從席上來以後就覺得說 經濟已經發展起來,国家漫漫 再也比較年X氣 最重要的是,要整頓內部的秩序 所以一上來,就打貪乌腐敗 身德民心 他不能制度化地打貪無腐敗,成立了許多正式的機構,黨要管黨,打鐵還要自身印, 我們先把黨這個鐵先打印,然後要進一步地管整個國家。 十九屆師中之後,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制。 他也談民主,全過程的民主。 政府的決策都經過很多人的諮詢,聽到各方面的意見,要訪所謂的人大或政協。 各個階層裡頭要聽到民間的聲音,然後政府裡頭這些官員也要下鄉,要學當年毛的那種作法。 要下鄉,要親近民眾。 他用他的方式,是一種民主集中。 但是這些所謂在上位的人,他叫傾聽民意,多聽諮詢。 但是,當然我們剛剛從香港的事情已經學到了一點,就是那。 這個事情不容易啊。 你很容易,因為下面人都是專門講你很好聽的話。 很容易被欺蒙。 你雖然就算你很努力的,你真的無私地這麼做,且不要說很多人有私心啦。 人都有私心啦。 人都有私心啦。 就算你很用心這麼去做,你很容易被底下的人欺瞞。 講一個好聽的話,獲得他的利益。 懂吧? 更不要講,你一定很容易結成一個同溫層。 整個黨跟黨的親屬,黨的利益共同體。 在同溫層以外的,你是很不容易聽到。 所以這樣的民主是會有限制的。 不過當然總比沒有民主好。 重點是,這整個體制的方式, 但是他也號稱代言民主。 但是其實他基本上是高度極權於中央,高度威權化的。 從胡溫時代的九龍治水, 就是權力都比較分散, 到他現在的高度極重。 所以中共很有趣, 上面變,整個體制都變。 層層都變。 你懂吧? 胡溫時代整個散,層層都散, 但是胡溫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江澤民的勢力還太大, 這個黨還, 軍還大部分在江澤民的手上。 他這個搞不定, 他這個搞不定, 所以很難事情很難做, 所以這個胡溫的事情也不能長久, 簡言之,過去三十年的情況不能長久,底下是要整頓。整頓以中共體制來講,必須要先集權於最高權力,才能夠改變國家的體制。 貿易戰是個次要的問題。意識形態之戰才是重點。政教之戰才是重點。 也就是說,打貿易戰讓老百姓討厭美國。你打我,老百姓當然討厭他。誰打我,討厭誰。 美國還聯合了很多西方國家。我們本來大家也沒什麼好好的,你就做要對付我。那我當然討厭你。 所以,從全民、從美、愛美、留美、大家大搞、雙語學校,都想去美國的心理,快速地轉變。 現在他們對於美國的批評很多了。 自由民主體制有很多的問題。你們黑人怎麼樣?你們西班牙裔怎麼樣?你們內部有多少惡劣的事情? 川普有什麼德性?歐、歐、美國有很多的爛事兒。 東歐、烏克蘭這些國家,一旦自由民主化之後,整個國家垮了,經濟垮了。 都被你們吸血、吸光了。女的當巨女,男的當流氓,整個國家一大糊塗。如何如何? 這也是相當程度上的事實。 請注意,也就是說,舊的威權國家,一旦快速地自由民主化之後,大普爾情況並沒有變好。 大部分的情況變得更糟。 而且很多全世界非西方國家學自由民主的結果呢? 多數並不怎麼樣。 坦白說,中國大陸的情況比那一些學的半調子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的情況還好得多。 至少就人民的生活而已。 因為在中國大陸來講,我們外面說,你不自由、缺乏人權、不民主。 我們外面說,我老百姓過日子最重要。 我現在前一天的增加,社會的自然也很好。 然後交通、建設各方面,人類史上前所會有的快速成長。 你認為我不高興嗎? 在中國大陸的歷史階段而言, 在中國大陸的歷史階段而言, 它是制度上的改變,才是它主要的課題。 在這個情況底下, 也難怪主流的思想, 其實是很支持政府以威權的方式做大力整頓的。 反過來,覺得香港的自由民主,或臺灣的自由民主,會造成禍亂的,甚至於暴亂的,在他們認為。 臺灣的自由民主,對於大陸的人覺得,臺灣搞自由民主,哇,整天島內吵鬧鬧了,他們當然專報臺灣跟香港吵鬧鬧了。 中國大陸是嚴格的諮詢管控,專門報臺灣跟香港,在自由民主化底下所造成的總統的問題。好事不怎麼報的,他也不了解。其實好處很多,但他不太了解,也不是他目前主要關心的問題。缺點,他報了一大堆。 那些人,要討要自由民主的這些人,多麼釀亂,多麼暴亂,多麼造成各式各種的問題。 這麼說出現,不如說不定,打啊鬧啊! 既然不知道全民計程車還記不記得? 打啊鬧啊! 最佳的反民進黨的教材! 只要你出來打啊鬧,就拼命爆! 這到底很簡單! 我當然也不喜歡全民計程車,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自由民主不光這一面, 因此,臺灣的自由民主給大陸的印象就是,經濟停滯不前。 臺灣人,各方面的產業,都被我們超過了,甚至於吃掉了,臺灣人變成分辨,大不了淘金了,臺灣沒前途了,臺灣政治也亂了,社會也亂了,沒什麼好處,香港那是眼前的不得了了,遍地瘋火、汽油彈了,所以千萬不能學。 像前烏克蘭,前東歐國家,亂,生活不好,被資本主義國家搞金融戰,一下整個把錢都搞去了,只是變成一種提供資源的國家。 有得有失,不是這麼簡單,臺灣香港,最佳教材,尤其香港,最佳教材。 一般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頭,活在自己的圈子裡頭,活在自己的社會裡頭,只看到自己,不了解別人。 人之常情 事實是,大家都是看到一面。 有種有名有相的事情,還有農村的醫保、農保、全民保險,讓所有的貧窮線以下的一網一攬兜,全部要兜起來,建立小剛社會。 據說十九屆失蹤權貴底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打擊權貴資本主義,要財產重分配,要打擊權錢勾結,然後要打擊房價,要房價打下去。 現在四百多個地產商都要走上破產的道路,要所有的房價打商居住會有的。 所以,他這個大力度,他有他厲害的成功的一面,否則沒有辦法,也得到這麼多。 現在的年輕人對於政府的知識,比過去三十年要高。 胡溫改革開放的時期,大家意見很多。 大家最想做的事情是出國。 現在的情況反而不然。 當然,這裏面也包含了所有知識份子的意見,通通被打下去了。 老師們都不敢講話。 我去大陸就很清楚的知道嗎? 這些知識份子都只敢在背後,在老師群當中棄著自己,對學生都不敢講真話了。 因為怕學生告發。 很多的教室裡面都有攝像頭。 這裏面全面控制意識形態。 全面控制意識形態,不容許你有不同意見的。 問題很多。 但是這個情況有點像什麼? 坦白說,真實還比較像台灣早期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時候,高速發展經濟,快速建設社會, 所以,必然會讓許多人覺得很感激,甚至於感恩。 喜歡這樣一個社會安定,經濟快速發達,人人比較有錢。 至少看到的秩序好像都快速上軌道的時候。 我們都經過這個時代不陌生。 請注意,到今天來講,很多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還很懷念支持蔣經國的時代。 認為那是台灣的黃金時代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國民黨有很多的票。 泛藍的很多的票在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時代。 中國大陸是台灣的數百倍。 人口是數百倍。 而且他又沒有審極矛盾。 他也不需要解職, 也不需要內部的所謂, 所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為, 他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可見他只要這個局能弄得好, 他會得到的支持, 還會非常巨大跟長久。 你以台灣經驗來思考,就可以明白。 國民黨, 國民黨到今天在選舉上來講, 其實,國民黨底子還有個五六成的票耶。 要不是這一次的香港事件, 韓國瑜本來是百分之五十幾的支持。 現在掉了百分之二十。 他原來贏小英是贏百分之二十多個百分點, 現在輸二幾個百分點。 基本上,當然就是因為香港這個事情。 中共這樣對香港,大家一看都傻掉了。 不懂韓國瑜啦。 不懂韓國瑜啦。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就可見, 國民黨原來的票子, 我重點說, 它的底子很深的。 這個長期的一黨專政的底子很深。 所以,它有五六成的基本票耶。 所以,它有五六成的基本票耶。 始終不過是三四成, 現在四成多。 基本票耶。 綠的,不一樣。 因此,你們不要輕視中國大陸的體制。 這次還是一個有高度潛力跟高度底子。 而且還有一個特色,它會快速轉變。 你也不要以為今天,它就是未來。 我一再跟諸位講, 中國大陸每十五、二十年就一變, 三十年幾乎就是註定一大變。 過去已經歷史寫出這一點。 他從建黨以來,就一直在變。 聽懂意思嗎? 從批孔陽寧, 到今天全面提倡儒家, 你不是變得大不大? 從毛氏共產總裔, 到改革開放, 他變了。 你不要以為他是怎樣。 他的前途絕不可小看。 大陸又因為高度的資訊的閉鎖, 他們說我們也翻牆啊, 我們經常出來看。 不一樣啦。 你就算天天出來看, 你看到的還是有限。 更何況, 絕大多數人, 根本不可能天天出來看。 絕大多數人看了, 當然也就是電視臺啊, 就是報紙嘛。 那還是主要的。 你周圍的人, 那也是主要的。 資訊的控制, 百分之百的影響人的思想。 所以他很難了解台灣跟香港的干什麼。 台灣跟香港固然資訊發達, 可是年輕人也不太喜歡大陸, 也不太去看大陸, 所以也不了解大陸。 因此呢, 大陸不了解港臺, 港臺也不了解大陸, 處到不同歷史階段。 因此, 我最擔心的事情, 在這種互不了解的情況底下,永遠互相的誤解,甚至互相的憎恨,就構成了悲劇。 中國大陸的崛起之勢如此之強猛,香港跟台灣是不可能去跟它抗衡的,硬碰硬是沒有道理的,一定要透過互相了解的情況底下,好好談出一個大家沒過接受的路子。 中國大陸的崛起之勢,一定要趕快告訴年輕人,不能再搞下去了。 再不收,必有過患。 大家擔心的秋後算帳,可以談判。 秋後算帳,好好談。 對於中共或港府,也要搞清楚。 這是一個,一次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只要來個特色。 說這事情算了,大家都不要去追究了。 回去,大家繼續上班。 這事情咱們就這樣子了,彼此也都了解了。 是可以解決的。 有智慧的政治,立馬就解決掉。 但是,我們看吧,我對大家信心不大,不過,盼望,這對大家都好。 那臺灣從這裡面已經看都傻住了。 就是中共這樣子對香港的這些措施吧。 那如果中共想要解決台灣問題,就知道說,這絕對不是一個能夠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 而且香港的經驗,我相信也給中國大陸說,沒你那麼想那麼好,就好好對付的。 這些人也沒軍隊,也沒……坦白說,還沒有什麼外援。 大家口口聲說,什麼年輕人,這些黑衣抗爭者,都領了薪水,拿了很多錢,真是見了鬼了。 你只要好好去看一看香港當地的報道,就知道,哪這回事兒。 這個事情怎麼可能? 這些年輕的學生,而且給學生錢。 學生是最不容易用錢收買的對象。 這是最荒謬的事情。 你要買黑道,倒是真的。 我相信很多黑道是拿了錢來打人的。 這是真的。 很抱歉,恰恰是跟政府合作。 那你說這些抗爭者,尤其這些學生是拿錢的。 那你什麼時候看過學生拿錢出來抗爭的? 這是最不可能,最無道理的講法。 都這麼難對付了。 那你將來要對付台灣,你試試看。 台灣還是有軍隊的, 還是有很多長期的國際的這個關聯的關係的。 所以這個不是方法。 大家應該好好談一談,互相理解。 我相信香港這個事情,希望給大家都有一個教訓。 這個教訓最大的就是, 因為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其實大家很難了解對方。 或者,我們退一步講, 因為在不同的社會的形態, 因為歷史所造成的,今天所處的社會的狀態不同。 大陸今天是一個黨國體制,一黨專政的社會。 中國大陸今天是一個, 香港是一個, 更加自由, 但半民主的社會。 台灣是一個, 很自由, 相當民主的社會。 也不算是比較法治的社會。 中國大陸是想要發展自己特色的那一種,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和法治。 你只更需要有知識,讓我們不斷地在澄清這個問題,才能夠避免像前面幾個月一樣的悲劇,不斷地擴大繼續發生。 請問,像他反正中的事情,雖然林鄭的態度一直都很強硬,那請問老師覺得是他,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他是有自主的意識在做這麼強硬,還是說,從頭到尾就是北極的知識? 中聯辦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那港警在這個過程裡頭,其實的力量也是越來越大。 那我之前也看了一些報導,說實上很多政府其他的部門的負責的人,碰到這一個港警的負責人的話,都被他藐視或者推一邊去。 那我之前也聽說,港警到後來是直接已經由中原辦來指揮。 因此,當也聽說,韓正在坐正在深正指揮這些事情。 所以,實際的情況,我也不敢多說。 因此,我們將來都還要靠檔案。 歷史學家研究這種事情,我們是很慎重的。 傳聞跟很多,這是大概是這麼一個看法。 但是,實情都不這麼簡單。 歷史學家經驗就是,很多當時的報章雜誌所說的東西。 後來一旦,檔案一旦調出來知道,還有內幕、還有花樣。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也很有趣的,也很多時候會印證很多當時的傳聞。 也有很多傳聞是真的,也有些聰明的傳聞是真的,也有些純粹要造所謂帶風向造勢的傳聞是假的。 所以,簡單說,我估計林鄭自己能做主是有限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還有呢? 老師,香港事件等以後的歷史出來,可是228已經這麼久了,難道還沒有解密嗎? 為什麼我們現在對228都沒有共同的說法? 我們現在對228的認識,比以前多太多了。 主流的說法也已經蠻清楚了。 只是一般民間可能還不知道。 有很多重要的學術著作,差不多了。 我們的看法差不多了。 並不是說沒有什麼共同的說法。 當然,政治上還有些人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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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有些人永遠不認,有些人永遠要否定,有些人。 那是政治的因素。 學界來講,差不多了。 基本的,沒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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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事實。 大體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每次二八十經一到的話,在媒體上面都是各說各話。 那個是政治上還在吵嗎? 很多事情,學術上就算有比較一致的看法。 政治上永遠要吵。 原因就是我跟諸位講的啦。 因為他還有選票啊。 藍的還有五六成的底子的選票。 所以他會配合他選票、選民的方式來講話。 實際上,中研院跟台大還有各級學校都出了一些不少的書。 你大概可以看學界寫的書。 比較靠得住啦。 因為我們必須經過學術的檢驗。 你就少看那些證。 真人無講的話,都是別有居心。 講白一點,這麼回事。 好。 還沒其他的問題。 老師,共產黨現在本身,就是,關鍵好像是在學養跟文化力還不夠。 所以不太了解,就是,比如說像以美國來講,可能他們本身的那個,就是, 學養或是事實上到達一個高度的話,就可以用比較像老師講的方式去處理這些世界的問題。 那,發展階段如果還沒有到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辦法是, 讓他們比較能夠快速的提升,就是這種學養跟認知,才有這種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事情不好這麼簡單說。 你剛說學養跟文化還不夠的,這個不好簡單這麼說。 因為我剛講的重點其實是說,因為社會不同, 歷史階段不同,人很難跳脫自己的位置。 這是我認為才真正的關鍵。 因為它是集體性的,它不是個人的事情。 或是說,最高領導人如何如何,不是這樣。 更何況,特朗普的學養跟文化又怎麼樣。 特朗普的學養跟文化又怎麼樣。 那很糟啊。 那麽,也有很多。 流行這種,永恨之人。 人最難的是突破自己的環境,自己的社會,高度的困難,一般人做不到的。 如果照儒士道三家,基督教也有同樣的能力。 看大陸,要設想自己是個大陸人。 看美國,要設想自己是個大陸人。 看美國,要設想自己是個大陸人。 看美國,要設想自己是美國人。 要這樣去想的。 如是道三家都講究這個事情。 這樣才能夠突破。 這個與其說是學養跟文化,不如說是一種修養。 通常修行人才比較容易做到這一點。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都在自己的圈子裡。 修行越高的人,越能夠設身處地地去想。 要無我,無私,儘量生處地。 所謂天地萬物皆在我心中。 為君上者,理論上來講,一定要有這樣的修為。 否則的話,就很容易被他的小圈圈所困。 諸位不要小看這個事情,古人都懂這個道理。 政治上最難的事情,就是這一點。 政治上最容易的就是,受到自己的同裁。 那個圈圈裡的那些人的觀念的影響。 講來講以後,都覺得自己對。 更糟糕當然就是逆性。 但諸位知道,這個事情不容易的。 你處理天下的事情,你要懂天下的人。 如果你只在精神裡頭,只看到周圍這心怎麼行。 你凡事要懂得設成處地。 這個事是難的。 你們如果稍微,我們講了很多儒家的道講, 一路以來就在強調這一點。 要去掉我職。 無異、無異、無故、無我。 無異、無異、無故、無我。 公子所講的。 不要意策。 不要其弊。 不要固執。 不要固執。 你最高的真理。 凡事、法治、人權,就是最高的真理。 不這樣,你就是混蛋。 大陸說。 對我來講,今天來講更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見得不喜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但如果都照你那樣講的話, 我根本就解體。 就算不解體,我也重傷。 我可能會亂。 我會混亂。 我需要事情都不能做。 我當然只能按照我的方式的。 我也有我的自由、我的民主、我的法治。 我也覺得維護我的人權。 港台就說, 你那個都是假的啦。 你不是真正從個人出發, 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 他自己想要得到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那中國大陸說, 我社會主義, 我社會主義本來就不可能照你那麽做。 我只能從一個全社會大多數人, 我認為比較可以享有較多的這個權力, 跟法治的保護, 乃至於較多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民主。 自由當然是最弱的, 民主也是不足的, 但是已經也是要逐漸增加的這個層次來講。 所以這個事情, 不僅是他不要西方自由民主, 他甚至於說, 你們構成那樣自由民主, 不是我要的東西。 我要的, 今天中國就是要富強。 而且他說, 這個世界, 只認識權利, 跟實力,跟金錢, 打贏的才算數。 打輸了, 你們到最後, 歷史會證明我們是對的, 你們是錯的。 其實, 其實都是, 只又於自己的那一個階段, 那個社會的需求, 以為這個東西就是真理。 就像台灣當年也有很多人反對自由民主的, 也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反對自由民主。 坦白說, 他覺得很容易亂。 他覺得很容易亂。 所以, 社會通常要先解決他的主要矛盾。 他解決主要矛盾之後, 然後到了下一個階段, 原來他覺得次要的矛盾, 會變成主要矛盾。 臺灣早期的主要矛盾是甚麼呢? 政治上要能穩定, 經濟上能發展, 有基本的社會秩序, 快速建設, 他主要處理那個東西。 他那個結束之後, 然後到了解嚴之後, 才慢慢開始處理, 如何實現真我、 實現自我的問題。 在前期, 那是一個被壓抑的東西。 也被很多人認為是次要矛盾的事情。 至少大多數人, 因為當時文化還沒有上來。 聽懂意思嗎? 不同的歷史階段, 有不同的主要矛盾要處理。 苦口薄心, 希望大家能夠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才能夠減少敵意, 才比較才可能談出一個 大家都會接受的結果。 對於三立的問題,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老師, 您剛講說那個, 到現在為止, 台灣還是要五六十不剩的支持國民黨。 不是直接支持國民黨, 就是藍的, 不是, 傾向於藍的這個底子。 不見得國民黨, 還包括新黨, 還包括一些五黨籍的, 對喔。 但是他們最後都比較會, 藍的基本盤其實一直蠻大的。 那我是說, 那經過這一陣子的事情, 包括這個weekend的事情之後, 是會不會覺得, 國民黨成為泡沫黨的幾率有多大? 沒有那麼快。 第一, 從韓國瑜就可以看得出來嗎? 韓他們至少還有三成的選票吧? 馬英九的後期,國民黨幾乎大敗,快成為泡沫黨了。 國民黨幾乎合一,結果是民進黨打敗,撿得快不行了。 民意如流水,跑來跑去。 民進黨搞那個事情,好可怕,同婚也來了,各種激進的解放,年輕人都不聽話了,小孩子亂跑,什麼類型八操,你懂吧? 主要有歷史眼光,歷史是最大的一切東西的集合。 聽懂意思嗎? 你凡是看歷史就知道說,噢,他是這麼藍藍進去的,沒那麼快。 他那個底子,這麼多年來,藍的底子其實是不小。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那可以預測香港事件會對中共接下來的發展,會有什麼東西講? 因為在1989天安城之後,他們黨內改革派的聲音,突然就縮起來了。 現在香港事件之後,會不會讓他們整個路線,因為中共消失,我相信公主應該還是會存在,有什麼預測嗎? 中共的壽命絕對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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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在臺灣這個經驗來講 國民黨到今天都還有五六成的底子 以中共有數百倍的復原,又沒有審計矛盾,又還沒有解質 百年追求這等問題 自行自選大台轉的Boss emente 按だけ注意一下處拉小心 香港事件 誰還好調撥,而不是ああ 叫習者移民智 培養 習家 英文 機 在現階段來講,讓自由派或內部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容易打壓下去。 宣傳上來講,一般老百姓無知,就覺得說,哎呀,貿易戰,香港事件,那當然證明了,我們更是要反對自由民主,反對西方世界對我們滲透這些種種。 也不能簡單說無知啦,但是更容易增加對於黨的向心力。 但是高層不然,高層的人,他有很多明白人,知道說,這個事情當然是處理得很糟糕。 貿易戰本來很多人對於習友之意的。 所以之前北戴河會議開了很久,然後十九屆市中言辭遲不開。 習是轉敗為勝。 什麼叫有意見呢? 原來說,你是不是太早亮見了? 太早搞得這麼…… 什麼事情都宣傳成這個樣子,中國藝啊,如何如何好啊,富強啊,厲害了啊,主國啊,這如何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任其取消限制,讓外媒覺得說,那你是不是幾下就要搞徹底的一人的專制。 那你的路線是完全要打造一個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中國,那你就是要威脅我們的。 所以,黨內的人也有很多人之意。 但是最後,習轉敗為勝。 透過打貿易戰,增加老百姓對於黨跟政府的向心力。 這個厲害。 這個我很早就寫文章分析了。 在貿易戰本來開始,沒多久我就寫說,對他來講,他會利用這個事情打贏一場意識形態之戰。 而這個比貿易戰要重要得多,對他來講。 那也是被我,這個不幸言重。 果然是如此。 他打贏了一場宣傳戰。 所以這要轉敗為勝,結果黨跟政府更穩固。 那香港也是如此。 但即使如此, 因為香港這個事情是內部的,這個將來會成為一個慢性病。 反正跟美國這個對的幹。 雖然不利,但是總不是我內部的一個問題。 香港這個事情會長期一個慢性的,越來越嚴重的糖尿病。 這個治不好。 如果你不搞定的話, 這個影響深。 所以我估計,黨內高層會有些人不少質疑他。 那去看他怎麼回憶。 聽懂意思嗎? 你一招,我一招。 你一招,我一招。 回憶的好命就長,回憶的不好命就短。 看情況吧。 儒學,講的就是修其治品。 我們最切身的道理,最切身的就是我們自己修身,齊家,人生的實踐。 但是同時,我們當然要關心治國不天下的事。 而你會注意到,我一再講,仁義、理智性這些事情,幾千年傳下來的治國平衡的道理,絕不空談。 你不要以為,很多人覺得,如學講一些門面話,開玩笑,你以為古人都傻子啊? 他拿這個東西治國治了兩三千年,你以為他是玩假的喔? 這裡面有甚深奧義。 我一再講,香港的事情,如果能夠用論語、孟子、四處的道理來處理,早就解決了。 但是呢,現代人都不信。 為什麼呢?他只相信權力,只相信拳頭,只相信威權。 我幫你打下去,看你要怎麼樣,對不對?不好打吧? 這個情況,而且又何必犧牲這麼多呢? 我早就一再地說了,這個事情用黃老之術就可以解決,很容易就解決。 用儒家更高段地就,早就能夠處理了。 用這種言行俊法,事實上是你要增加幾百倍的成本。 而且到今天還解決不了。 而且人都反了。 區議會的選舉已經徹底顯得這一點。 你要再花幾百倍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所以說,孟子見梁慧王啊。 守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物? 孟子曰:「王何必約利? 一直有仁義而已。 仁義才是治國的長久之道。 好,休息一下。」